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戒王瘾中心的一个妈妈 哭诉 刚刚把自己觉得有问题的一个孩子 送到那个戒王瘾中心以后呢 不出24小时 他的孩子就死亡了 然后他就崩溃状态 突然想聊聊 那些曾经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戒王瘾中心这样的一些家庭 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可能很多家长们关注这个话题的都知道 在前几年先后出现的 包括林怡的戒王瘾中心 杨永信 还有之前的预章书院 因为自从有了手机 然后呢 人手一部手机 孩子成名游戏呀 或者厌学呀 或者厌世呀 这样的一些现象越来越普遍 家长呢 面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又束手无策 非常头疼和焦虑 出于一种想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心态吧 很多的家长都把这个孩子 送给了这样的戒王瘾中心 或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培训机构 陆陆续续啊 就是他们的真相 被我们这个时代 有些新闻媒体给它曝光以后才知道 那啥叫戒王瘾中心呀 纯粹是用一种变态的 虐待的方式 让这个孩子妥协服从 本来这个孩子就已经出现一些心里闻失 他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状况 特别特别难受 家长不但不理解 不帮助 不支持 不帮孩子就解决问题 反而呢还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 让他去经历 被惦记 被虐待 我因为现在不是在转型做家里救育这个块吗 就是一些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问题 就是我发现这类组出来的一些孩子 他们对父母深深的那个仇恨是很难去解除的 最近就是我接触了一个家长就是这样的 孩子他的这个状况是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 一旦情绪失控的状态他浑身发抖 父母跟他说什么话都解决不了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已经从这种曾经驱过 接望眼中心这样一个机构走出来的孩子 现在大部分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 但是呢 我现实生活当中接触过的这样一个孩子就是 他对父母的仇恨非常深 现在对父母任何的建议他都不相信 完全属于对身边的人和事 完全属于不相信冷漠麻木的一个状态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伤心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哭出来 这也是一种能力 起码我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但是像曾经在这样一个机构里边待过的孩子 他的情绪是已经完全的不相信身边的所有人了 他对身边的人和事都是仇恨的 所以说呢 他现在就是我接触的这样一个孩子吧 现在是完全麻木和冷酷的一个状态 一旦有情绪 然后上了以后 他是无法控制的一个状态 看到刚才这个视频嘛 就是这个妈妈在哭诉 让这个学校还给 把这个孩子还给他 你知道我自己的一个心情是什么吗 把孩子送进这个鬼门关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就是这个妈妈 我现在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道理了 家长的认知 直接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前途 不是说家长的认知 就是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个天花板 不是这么简单 甚至可以直接决定着这个孩子的生与死 她的是个生杀大权 绝对是控制在这个母亲 这个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手里了 因为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 如果一个家长对教育 他自己呢 根本就不懂 用这种 我花点钱 要去这样的机构 而且一个月可能两三万 送进去 让他们去 给我解决 我这个孩子出问题了 我管不了了 直接丢进去这样的一个机构 让他们给我教育吧 这样的家长是十分不负责任的 推脱逃避的一种心态 他根本没有想到 孩子今天发展到这种地步 是因为我自己不会教育 我完全不懂孩子 我把我一个原来好好的一个孩子给养肺了 他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 事实上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 完全很愚蠢的一个父母造成的 当然哈 直接把孩子送到这样的一个街王影中心 你包括之前的什么育章书院也好 或者说什么杨影兴那个街王影中心 这样的机构出来的孩子也好 直接在那里边就给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么就是惨烈的这样一个结果的是手术 但是呢 即便是没有说在那里边去 没有出现说是在那里边致死了 但是出来的很多孩子 他也不正常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 去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家长 就觉得孩子现在教育不好 一定是孩子的问题 一定就是这个孩子出了狂窝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我整过来 就是他好像养了养了养肺了 就一定是孩子的问题 我一定要给我这个孩子掰过这个劲儿来 一定要给他治过来 把你的孩子推向了一个 就是有无宁的一个深渊 你即便是好像孩子在那儿 好像妥协了 能够跟你说爸爸妈妈我错了 我不能地秀水 那他都都是在被虐待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学会了服从和顺从 因为他在里边他还想活 真的是很可怕 就是相当于 我接触现实生活当中 那个孩子就说的是 从他爸爸妈妈把他送到那样一个机构 是我们山东济南的一个机构 我发现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 一个健忘影中心 太可怕了 而我们很多认知非常低的 非常愚蠢的这些父母 还相信这样的机构 可以帮到自己 那就是一种逃避 真正把我们孩子 送到这样一个鬼门关的 就是父母的这个认知 所以我也是想在网上了 呼吁一下所有的家长 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一些状况 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就重视起来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吧 因为我们本身一个很好的孩子 他为什么会被我们教坏呢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你把它亲手送进鬼门关 多么可怕的 认知吧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